感谢青藤先生征询大家意见 依我个人完全同意长岛先生的决定 你们在没有合法程序 没有充足与急迫理由 没有征询占有意见 没有事前告知郭先生的情况下 反复提出对新任仅仅几天的联盟主席的所谓谈和 联盟委员会实际上已经被你们成功割裂 这个例会还怎么开 吵架吗 停一停 静一静 通过合法的适当的渠道告知郭先生 这是对郭先生起码的尊重 这是对郭先生建立起的联盟的起码的爱惜 希望您能保有这份尊重与爱惜 二 无论您急着做什么 都请耐心些 不要急不可待 请耐心等待郭先生 看到诸位言行后事态的变化 莫急 郭先生在MDC待了都18个月了 先生的耐心值得我们学习 三波先生希望大家团结 这个信息是明确的 在再次收到这个信息后 您和您身后的诸位遵守团结这一要求了吗 停止对长岛先生的攻击了吗 停止对联盟体系的伤害了吗 这一切有利于灭共吗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是灭共还是灭长岛 灭联盟 或者其他我不清楚您想灭的 请您告知 郭先生说的 把我们的目标从灭共移开的会是什么人 作为联盟秘书长的您 不妨再听听再看看 四 既然您和您的支持者不顾郭先生的告诫 在这一危险而敏感的时期 畅行所谓民主 争夺权力 攻击郭先生指定的联盟负责人 也请告知 在保障我人身安全的前提下 合法弹劾联盟秘书长的途径 方法与流程 我不想对诸位代表 我想知道 我如何才能行使一个新中国联邦人的民主权利 谢谢